就是我以前当工具人 为什么要当工具人 因为我觉得我对你好 那你就会对我好嘛 对不对 应该的啊 另一个方式就是 我不知道因为 我猜啦 就是会看我们节目的人 可能很多女性朋友 你一定有遇过 就是真的对你很好的人 但你觉得她特别烦 大家好 每天多给自己一点激励 有激励聊心室 沟通五南市 我是萧萧 今天呢是 有激励聊心室的新单元 希望呢能够协助大家来 这个解决沟通的大小事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 我这么努力 为什么还是得不到爱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呢 这个不管爸爸妈妈 或者是老师啊 都告诉我们 只要你努力 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但是呢 这个长大的过程 我们可以发现 诶 事情又不是 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这个我明明很努力工作了 老板关爱的眼神 就是看不到我身上 我明明那么那么爱那个人 但是那个人偏偏就是不爱我 我都这么努力了 为什么还是得不到爱呢 这个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我们邀请到了 表达沟通培训师 张旺行老师 要来跟我们聊一聊 我这么努力 为什么还是得不到爱 我们先掌声欢迎旺行老师 耶 嗨大家 我是旺行 嗨小小 嗨 旺行老师好 好 先介绍一下旺行老师哦 老师在这个粉丝团上面呢 就是有将近20万的这个粉丝的追踪 是一个非常超高人气的培训老师哦 然后呢 老师擅长的是这个沟通表达跟简报设计 那他这个最近呢有出了一本新书 这本新书就是顺势沟通 一句话说到新坎里 不消耗情绪掌握优势的39个对话练习 这本书非常精彩 为什么 一上市就二刷了 可见大家对于沟通这个议题的 这个关注程度跟需求程度 所以我有激励今天非常非常荣幸 能够邀请到老师来这个 跟我们分享您的沟通学 好 但这个在开始之前要先问一下老师 老师这个每天 每天都给自己一点激励 老师今天有没有想要激励自己的事情 好 其实我想藉由可能这次的主题 然后也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有一个激励是 我觉得有一句话对我来讲影响很大 它叫做恢复期就是成长期 为什么 因为如果大家有在健身 你就会明白 其实你每天都练 肌肉不一定会长大 那主要是你要给它充足的养分跟休息 你的肌肉才会继续长大 所以同样道理 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在关系里 大家就会想的是我如何去要 我如何去努力 可是我们却忘记了 应该要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来修养 或是变得更好 所以很想把这就要跟大家分享 是以前的我一直在想的是 我如何往前进往前冲 可是忘记怎么样给自己一些时间休息 所以反而我没有长大 我把自己搞坏这样子 那如果可以 我觉得多给自己一些恢复期 那这时候你就会变得更好 所以想把这就要送给大家 恢复期就是你的成长期 很棒耶 因为其实就像运动一样嘛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你运动很激烈的时候 你会肌肉酸痛 对 其实那个酸痛就是在告诉你 你应该要休息了 对 你应该要让它有一点休息的时间 让它长大 没错没错 但大多数人都会觉得 哦怎么会酸痛呢 我应该要继续动 对继续动 让它不要痛 但它就会更痛 我觉得这个很像今天的主题 就很像是说刚刚小小的讲 我这么努力了 我这么努力对 为什么还是得不到 没错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太努力了 忘记恢复了 有可能 这个第一次认识忘型老师 就很想好奇问一下忘型老师 老师的艺名为什么叫忘型 因为沟通很忘型吗 你是用力忘型的沟通吗 所以被取 所以取这个艺名叫做忘型老师吗 其实这个是这样没有错 就是老师说 我讲一下这个渊源 是我小时候在那个补习班打工 那当板歌吗 就是 板歌 板歌 大家有没有记得 就是擦黑板 就是通常我们做到补习班的第一盘 然后老师解题 那个数学老师嘛 写完了之后 一定要去擦一面黑板 那老师写第二面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把第一面擦掉 等一下老师还可以回来写 那那个时候我在上课 因为做第一排 我就有一次老师在解题 解到一半 我忽然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我就发出了一个非常窄 就是 一般两三百人的 两三百个人 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边 然后老师又回头想说是谁吗 他就发现是 我还说 板歌你忘型了 然后大家就打笑 因为叫板歌嘛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同班同学 就同一间 然后他们就 就是说 忘型这样子 然后我后来就接受了这个名字 我觉得它蛮有趣的 也没有人用 那直到后来自己开始交沟通 那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忘型的前面是得意嘛 那得意的意是上面一个音 然后下面一个心这样子 所以我的个人概念是 沟通就是忘掉那些形式 你要去得到对方心理的声音 这是我给我自己的期许 所以希望可能在教学 或是在培训的时候 可以让大家不要去拘泥那些形式 重点是去了解 原来这是你在想的 那我也是觉得 忘型交给我嘛 那得意交给大家这样子 太棒的意思了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名字 但我也很好奇 老师怎么样开始来进行这个沟通 怎么会开始接触沟通的这个领域的 其实是因为不太会沟通 最好是 真的真的 老师怎么可能不会沟通 讲真假的 老师以前不是很擅长沟通的人吗 超不擅长 我觉得我其实一开始是 我是社工系毕业 然后我在读社工的时候 我那时候去实习之类的 然后我就蛮生气的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 我那时候是愤青 愤怒青年 愤怒青年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每一天都在弄什么评鉴啊 干嘛的 然后你不是真的很认真去服务 我们叫暗主之类的 看到世界都觉得对不起我 对对对 然后后来其实进旅行社也是 你就会觉得明明就有更好的方式 为什么要怎么样啊 老师还去过旅行社 对对 后来在旅行社当 就是那时候当导游领队 偶尔客串一下业务嘛 然后你还会跟其他人吵架说 就是不是啊 你明明就这样 就是你会觉得人家都是奥卡 然后后来看 有的老师你碰到奥卡 对 然后都是我这样 然后后来就去看学长姐 你就会发现 学长姐很浪费时间 很浪费时间 对他们都花很多时间听客人 抱怨啊 然后聊啊什么 但我就心里想明明他就是对的嘛 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 那后来因为 因为我先说因为我的 我那时候其实是先去找了 就是我的老师 就是周正宇老师 我其实是想找他学声音 我就是希望 我觉得一定是我的声音说服力不够 所以客人不听我的 所以我就去学声音嘛 然后学声音的过程里面 就老师就给我灵魂拷问 因为我就问老师说 老师为什么别人就是都不会沟通 沟通那么难这样 然后老师就问我说 那你觉得什么样是沟通 我说就我讲完了之后 他都不听我讲 我说所以如果不听你讲 就不会沟通 那是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都不太会沟通 我说对啊不是这样吗 有没有 这个逻辑好像是对的啊 没错啊 对然后这个瞬间 然后其实当然了 我们后来也是有很多课 但因为主要 这不是今天的主轴 但我觉得重点就是 当我意识到 原来我人际关系不好 原来我跟我现在老婆 可能大家很多人知道 我老婆叫小葵嘛 那我现在看起来感情很好 其实前五年我们感情超差的 真的每天在吵架 然后干嘛就是 对那其实这些过程里 就是让我去思考 其实原来是我的问题 所以让身边的人都不好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那个人 是我不理解他 有的时候不是学长姐浪费时间 而是他们在花时间理解客人的需求 不是我女朋友无理取闹 而是我就做了错误的反应 所以慢慢的理解这点之后 我才发现 哦原来沟通是这么一回事 那也是因为我觉得原来这件事如此的重要 所以我就开始想要把这件事情传递给大家 所以这是整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对就是老师从你自己错误跟失败的经验的过程 发现沟通这件事情是对你来讲 在你的人生的启发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也觉得 但是老师整个这个为了学着沟通 有做了这些努力 包含说你去上课找了老师 然后你也开始了解到说 这个沟通的过程里面 怎么样才可以让你的人际关系 或你的你爱的人 能够跟你有更好的相处跟接触的机会 那你怎么 你觉得你学习到的东西 是怎么样来体会去可以帮助到别人 去进行沟通这件事情 我一开始以为啊 学沟通就是要学一些话术嘛 就是你讲什么 然后对方就会听你的这样 但后来我其实就发现一件事情是 我在学习的过程里 我认知到一件事情是 人只能调整自己 然后人也只会为了自己改变 所以以前我都想做的事情是 我去改变你嘛 我去把你变成什么样子 那对方可能反而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举个例来说 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 有一些伴侣他们在交往的时候都会跟你说 我男朋友什么都好 就是有什么东西 我真的是怎么样 那其实你看哦 如果他是这样跟你讲 那你想想他的男朋友是不是每天都听到他跟我说 不是跟你讲吗 你就是要怎么改啊 你怎么样的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那个男朋友可能就想逃跑 因为他觉得每天回去或干嘛的 我就接收到这个讯息 所以我觉得好烦 那我就换个方式 你也会听到很多家长会跟小孩说 啊我跟你讲啊 你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会怎么样啊 你为什么不怎么样 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家长就会灌输他 你什么都好就是什么不好 那真的吗 完全不是 你把这个改好了 他也有下一步要叫你改 就能改无止境这样子 所以我 某种程度的恶性循环 是是 就是在两个人的关系间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我后来其实 说真的我认知到这件事情之后 我的啊哈就是 哦原来我要做的不是教学生 我以前在想的是 我要教学生嘛 我要跟你对话 我跟你说怎么样才是对的 怎么样比较好 但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是 我在引导 就是我在做的只是 我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让你去发现 哦原来不只有可以讲这个 我还可以讲别的话 所以最后可能他讲的话 跟我教他的是完全不一样 但没关系 因为他开拓了新的可能 但以前他就只有一个可能嘛 就是他不断重复同一个做法 然后就会说 为什么我的小孩不听我的 为什么我女朋友怎么样 为什么我男朋友怎么样 所以当他没有新的可能性的时候 他重复旧的做法 绝对只会得到旧的结果 对所以我觉得后来 我在做的比较是 跟大家分享 哦原来你有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沟通是 打开可能的一个技术 所以其实老师从自己的经验 发现自己其实有一些方式 可以透过你的经验 教给大家怎么样来进行沟通的这个部分 那就回到我们的主题 其实这个过程老师是努力的 对 然后老师也从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收获 对 但有些人不是像老师这么幸运 他会觉得说我都很努力了 但是我就是得不到 对 那我们有很多 其实我们历年 就是过往到现在 有访问了很多这些励志的故事 那这些励志的故事 其实他们也的确像老师一样 透过努力 然后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况 但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就已经努力成这样了 为什么我就是还是没办法得到 那老师觉得说 老师之前也有过类似这样的经验吗 哦完全有 就是我已经努力的半死了 我就觉得说我整个人 整个心 整个肺 我都已经投注在这件事情上面了 但我就是得不到为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太努力了 太努力了 我画个方式就是 有一句话叫天道愁勤 我觉得这句话很棒 天道愁勤 天是天上的天 然后道是道里的道 然后愁是报仇 新愁的那个愁 然后那个愁是奖励那个愁 对对对不是报复那个报仇 然后那个勤是勤劳的勤 那这个意思其实就是 上天会奖励或是这样 努力的人 对勤劳的人 得到报仇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其实这句话是对的 但只在事件上 不在人上 所以我觉得你 你努力做一件事 我举个例 像今天我自己修炼 我做简报好了 你越做 只要你的方向慢慢调整 是对的 其实你会越做越好 是 对但面对一个人 通常你努力的方向错了 那你也得不到回馈的时候 你就会越做越糟糕 那我举个案例就是我自己以前 我在高中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个就喜欢的对象 然后我当时真的 我真的为了他 就是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但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 当你的心里是 我为了你怎么样的时候 这句话就是危险的 对真的真的 然后我当时像 我那时候做一件最有趣的是 我从来不补习的 因为我觉得补习 很浪费钱浪费时间 但我为了他真的就是 我去补习啊 我跟我妈说要补习 我妈傻眼了 你妈老泪纵横吧 完全 我儿子开窍了 我儿子长大了 他完全以为我要去 可能打网咖干嘛 所以他还陪我去排队 你知道吗 就是 怕你把钱拿去打网咖 没错没错 看我走进补习班 然后化胃那一刻 他想说哇你疯了 这样子 然后他大概就 我的儿子长大了 对对对 但其实就只是 真的被罢了向上了 对但就是为了 把眉 对对 太糟糕对 那我先说一下 因为可能 我其实也蛮担心 当事人有看到这集了 就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就是讲这个 不是要讲以前多么努力之类 我其实反而是想跟大家说 因为当时的我 很努力做这些事情 然后包含 那时候要选科系嘛 其实我是理主 就是我是理科比较好的人 但我选了文族 原因就是因为他选文族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可以跟他同班 但没想到没有同班嘛 就总是这个 我跟你讲 人最大的一切就是无常 就是你觉得会发生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那你就想隔壁班嘛也好 那你就去找他吃饭啊干嘛 然后就通常那时候 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也是跟他同班嘛 我就跟他说 那我们就一起吃饭啊什么的 结果那个女生就跟那个朋友在一起 对 进水楼台先得月 老师你的努力付诸东流水了怎么办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 我就会觉得说 明明就是我这么努力 然后我干嘛 那我就说现在的我回想起来 就是因为我太努力了 所以那些努力都会变成对方的压力 就是当你在跟对方说 我为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其实对方就有一种感觉叫做 我其实不需要你这样子 然后你开始跟对方提出 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啊 然后什么的 对方其实是要有一些考虑的余地 或什么的时候 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 那你在考虑什么 是不是我哪边不够好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有没有压力又来了 所以其实当时的我是不懂 原来我的努力都在造成压力 那这个时候其实 我没有在制造好感值 我在制造压力值 那当那个压力越来越高的时候 人面对压力要干嘛 要逃避嘛 所以你就会想离开这个人 所以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正因为我给他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的朋友就开始听他诉苦 或什么之类的 当然他们就容易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跟对方相处没有压力 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就是 想就这个方式跟大家说 其实努力很好 但你的努力究竟是给别人制造的是 好感还是压力 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这个就是问题点 没错 就是说我这么努力得不到爱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努力或你的爱 你给他的不一定是他要的 没错 反而变成他的压力 是 然后他的压力他跑了 对 然后你又更努力 对 你又更努力 他又压力更大 没错没错 越跑越远 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大家可以回想 这我的个人偏见了就是华人的父母们 他们都很努力耶 他们为小孩真的是真的很多是请进所有 包含我爸妈也是 就是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啊然后干嘛 但他们最想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为了你这么辛苦你怎么不好好读书呢 我为了你怎么样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吗 我为了你怎么样你给我交女朋友 有没有 当你听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你就会不觉得那些努力是 他的努力是重要的 那大家可以回想起来 我觉得他努力是一种压力 你可不可以不要对我 你不一定要我没有要求你对我这么好 拜托你不要对我这么好 对我求你离我远一点 对真的真的 那你会发现是有一些人他们反而会说就是 为什么跟父母当朋友这些 那原因就是他没有给他孩子压力 他的概念都是哦那看你要干嘛 那我们就看怎么支持你 这时候孩子感觉到的是我被支持了 而不是我感觉到压力 所以这个地方就我们回推 假设我们在伴侣关系也是 就是你看你这么努力 可是你的那些努力其实追根究底不是为了他 而是为了自己 但如果你本来的努力就是为了自己 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但你是借由努力在他身上 为了自己多绕这一层 就是变对方压力 有时候你可能你的那个努力 你放不下 是 对但为什么放不下呢 因为放不下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有点 我觉得我们都看到十几分钟了嘛 我们我讲个政治不正确的话 就是你放不下其实是你的沉默成本 就是当你不断付出的时候 你脑海里想的是我的付出应该有回报 所以你借由付出 你希望对方照着你的方式给你应该要回报 所以我举例 这一样有点政治不正确 就是我以前当工具人嘛 为什么要当工具人 因为我觉得我对你好 对 那你就会对我好嘛对不对 对应该的啊 另一个方式就是 我不知道因为我猜啦 就是会看我们节目的人 可能很多女性朋友 你一定有遇过 就是真的对你很好的人 但你觉得他特别烦 就是就你 比如举个例 你在脸书IG你就说 你想做一件什么事情 他马上就第一个秘密 你说我马上送你家 这样 你其实不会觉得他很好 你会觉得猫骨悚然 你会觉得好可怕 他想干嘛 对 可是我觉得换个方式 假设对方是说 你这个有需要吗 我这边有多的 这样子 那我们再怎么样找时间拿 这样子 你反而会觉得 这个很棒 他有多的 对 但如果说没关系 为了你我马上去买 马上送到你家 你不觉得这个事很可怕吗 对所以我个人 我个人的意见是 其实努力是好的 可是努力可能要看 你们彼此的关系到哪里 怎么样才能努力对方向呢 不能努力不对方向 瞎努力啊 变成压力啊 怎么办 其实我后来都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心理法就是 你千万不要努力在对方身上 彰显你的价值 我听起来很难 就是举例 我对你好 你要喜欢我 所以你的概念是 我努力在你身上 对 然后我希望你喜欢我 对 你就发现 你把你的努力放在一个 你根本控制不了 或是 取决不在你的身上 对 因为你无法控制他 没错 他喜不喜欢你 不是你能控制的 是吧 所以我最想做的就是 你应该是努力在你自己 很快乐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 像假设你真的要努力啊 那我觉得你努力 做好某一件事情 譬如 我觉得以小时候 真的很简单 你努力把篮球打好 你很会打篮球 其实你很容易 就是有女朋友 真的啊 真的 然后 太帅了 对 你很开心 然后 你在场上 帅气投篮 没错没错 然后你努力 假设 你努力把成绩做好 也容易会有人 就因为 哇 你成绩怎么这么好 之类的 会喜欢你 也不要别的 你可能喜欢跳舞 或是喜欢干嘛 你有各式各样的 都可以 那你去想 为什么他们交得到女朋友 非常简单 那原因就只是因为 他把努力 放在自己的快乐上面 所以当你看到他做那件事情 好快乐的时候 你会想跟着他一起做 那女生也是啊 其实你会发现 有一些女生 他之所以很容易 吸引到别人 是因为 我举些例子 像我老婆 是因为 我当时觉得他 他在做事情的时候 非常专注 很投入 然后我觉得 很吸引我 那其实 你在努力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就会 你会散发出一种气场是 哇 你好专注哦 所以反而对方 会被这样子的你给吸引 但如果你的专注是在 我想把你照顾得很好 其实这听起来 真的蛮可怕的 有起鸡母皮 有毛骨悚然的状况 是是是 你是我爸嘛 你要照顾我 对对对 我最常讲的就是 千万不要当人家爸爸 当人家爸爸 我先说 因为今天我是 当然他有一些男女的 一些议题 但因为我是男生 我只能从男性角度出发 就你看如果我每一天都跟 假设我认识一个正妹 我就说 哎假设小小 不好意思 我是正妹 你是你是 对对对 我冒犯一下 我就早上就跟你说 哎早安 今天会下雨哦 要记得带雨伞 午安中午吃饭了吗 然后晚安 哎你要下班了吗 我可以去接 你不觉得是他爸吗 那如果你 当然如果你的关系 就是男女朋友 这很棒 但如果你是一个不熟的人 你不觉得很恶心吗 有会有一种 你想干嘛 对所以我个人就会觉得 这个努力可能就是努力出方向 对但假设换一个方式是今天 我就努力让我自己很快乐 我去吃一间很棒的餐厅 我可能就发个图片给你说 哎你有吃过这间吗 你说哎没有看起来很棒 那可 你就说你吃过了很好吃 我就说哎吃吃过了 下次可能推荐 那当然他有几率会说 好下次你会去吃 但也有几率会说 哎那下次一起约啊 那当然这个决定权不在我身上 可是当我释放出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 其实我的努力是在 我努力的让我的生活很快乐 所以你就更想加入我的快乐 可是很多人是努力的让自己看起来很悲惨 然后我的悲惨让你很快乐 那其实对方就压力很大 所以大家的 我觉得最害怕的一句话叫做 我为了你怎么样 怎么样 对吧对吧 所以其实刚刚那些努力 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背后的一句话叫做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但我觉得换个方式是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 但如果你觉得这样很棒 欢迎你一起加入 我觉得你那个心态一改变 其实你的人生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对就是我记得 真的哎 我觉得是我们以前的观念跟想法的确就是说 我这么爱你 所以我要为你做一切事情 山无能天地合才敢引君绝 对对对 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你 我留长法为你 我剪短法为你 我穿什么衣服全部都为了你 然后我 你爱吃什么我跟着吃 你爱干嘛我跟着你干嘛 所有都是为了你 然后自己不见了 但老师今天给了一个很棒的一个 inside跟一个方向是 其实你应该要爱你自己 你应该用你自己的方式出发 你出发了你把你自己得到的开心 跟快乐的这个能量散发出去 反而能够吸引到你想吸引的人 对 我这边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在每次聊感情的时候 我都会思考 你看我爱你 这三个词是很有趣的 就是它是在一起的嘛 有我有爱也有你 所以如果你爱对方 但你没有你自己 那这个我爱你是不成立的 那有些人是我爱你 但你要变成我喜欢的样子 那对方是不存在的嘛 所以只有我 那这些时候 它都不会变成一个很平衡的一句话 所以我觉得 关系里的我爱你是 有我有爱也有你 那我觉得 爱可能是彼此的相处或互动 可是我的主体性是有的 你的主体是我尊重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关系才会是长久 太棒了我觉得 老师这个又继续打破 我们对于一些 本来传统的一些 或是既定固定印象 既定印象的一个状态 其实你爱他 其实你应该更爱自己 对 让你自己更好 对 所以我觉得我爱 我自己个人感受 大家不一定是对的 就是我还是要说 在我的概念里 本来就没有正确的答案 因为关系是每一个人去思考的 那我觉得刚萧萧讲一件事情是 我剪长发 我留长发是为了你 我剪短发是 你看这个情况下 你在做的是 你去取悦对方 那你能取悦多久呢 但你会发现 有些人之所以 他外表很棒很美 是因为这样举例 假设你剪短发 是因为我觉得短发很好看 所以这时候你会散发出 我很好看的那个气场 那我觉得我留长发很有气质 我就是留长发 因为我会告诉你 怎么样很不错吧 那个气 我这个很难讲 就是那个气场 那个气场是由内而外的散发 那个瞬间你才是有魅力的 可是当你是想的是 我留这样的头发可以吗 我这样子做为了你可以吗 其实你不觉得压力很大吗 所以你不断的一直要告诉对方 可以可以 好很棒 这样那这也是一种 我觉得很难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那种我都是为了你 他既是一种自卑 又是一种控制 那这件事情融合在一起是好可怕的 但我想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的原因是 我自己觉得 这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 我觉得在关系里的方式 尤其像过去爸妈教我们也都是这样 他会牺牲他自己 然后他就跟你说 我都是为了你 我也没出国 我也没干嘛 就是为了要让你干嘛 其实你心里一定有想过 你就出国啊 你爱干嘛干嘛 或是有些爸妈会说 我都是 我们就是为了你才没有离婚 老实说现在 就是假设你想起 你一定会说 你们就离婚 拜托也不要在家里吵架 真的 对所以在这些过程里面 其实你最要想的一件事情是 我好不好 当你过得很棒的时候 其实你会吸引到另外一个 也过得很棒的人 那你们两个会让幸福最大化 可是当你把你的幸福 或是你的爱建立在 我努力为你付出 那当没有得到回报的时候 你会患得患失 所以反而你会给对方更大的压力 对方一逃 你就给他更大的压力 然后对方真的逃走了 你就会说 你看这世界上都是坏人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们都是这样回报我的 大家可以回去想想 是不是很多爸妈都是这样 他会一直跟你说 你看我就养你们这些不孝子 我小时候供你们读书 供你们怎么样 现在没有一个人回来看我 但回头来想 是不是因为 他给我们的压力很大 所以你一跟他讲话 你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那这个时候 小接触吧 对 所以反而我觉得应该是做一个 让别人很想跟你接触的人 你要努力的是 怎么把自己活得很精彩 而不是努力为对方付出 老师给的这个建议好好 就是 我们以前的想法的确就是 应该要尽力付出 给到对方 我很努力做这件事情 呈现我的努力在对方身上 但其实真的没有想到自己 老师今天给了一个很棒的方向 其实你如果觉得你很努力 但得不到爱 麻烦你回过头来想想怎么样爱自己 让自己可以散发更好的能量 哇 老师 那个很不想放你走 所以最后还是要请老师再给大家 就是老师在讲的是顺势沟通 在老师的书里面顺势沟通里面 有没有哪一有没有一个比较 呃对于这么努力 但是呃还是得不到爱 可不可以给一个呃你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向 除了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呃爱自己这件事情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让让这件事情被强化 呃我这边提两个方案 一个是新法面就是呃更试着用爱来讲话 而不是用恐惧来讲话 爱是一种连结的包容的得到的能量 恐惧是一种害怕然后失去或是怀疑呃武装的能量 那我用个方式你就可以理解了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回去的时候 然后你遇到你爸妈 然后你爸妈在那边等你就说 你去哪里了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你不知道我会担心你吗 有没有 这种恐惧 我觉得你会消失 但你会遇到一些爸妈她是回来了 诶还好吗今天怎么了 哦今天怎么样饿不饿 哦没事早点休息 这种爱就是我能接受你 那我能包容你 那这个体现在我觉得两性关系里非常重要 恐惧来自于你害怕对方失去嘛 所以你会说那你明天要出来吗 你后天要出来吗怎么样 但我觉得爱比较像是 诶我想去一个地方要不要一起去 你会发现因为你告诉对方的事 哦你不去也没关系 因为我可以自己去 对因为我很想去 可是恐惧是 我做这个决定你会不会不喜欢 所以你看到就是我送你一个礼物 但这个礼物好像不太好怎么样 这在恐惧 可是我送你一个礼物 虽然你不一定会喜欢 但我真的很喜欢 好想跟你分享 其实即便对方不喜欢 他也会觉得哇很谢谢你耶 那个心意有感受到 所以我的概念是那个爱来自于 你真的觉得你做的事情 每一件事都很棒 然后对方其实能感受得到 那这是第一个心法 那有了心法嘛 有些做法 那我就邀请大家 我们看到现在应该都是真爱粉 就是你是相信我讲的一些事情的 那我就会推荐你 你可以列出50个 你自己做也觉得很快乐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原因是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我做一些事情只要不跟别人一起做 他就失去了一些意义 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那其实重点不是那件事 你只是想找一个人一起做 陪伴 因为你害怕寂寞 所以我就会请大家回过头来想想 有没有我自己做会好自在的事情 那包含我老实说 我曾经自己去看过电影 我看二轮片 然后我就一整天在那边 其实我觉得很自在 然后我只要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剧情啊什么都可以 所以邀请大家去想想 有没有你自己一个人做的时候 你觉得很自在 很有能量 很棒的事情 然后50个人太多的话 假设你做10个也好 然后你就开始 譬如说一个人吃饭看看 你的感觉是什么 不要是我好孤单好寂寞 你要想的是 我不用管别人吃什么 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我不用配合别人的速度 然后你会慢慢的习惯 原来这是我跟我自己相处的时光 然后当你跟自己相处的很棒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你很能照顾自己 你就更能照顾对方 因为在过去我们做的事情是 我不照顾我自己 我把我所有的能量都放在你身上 但现在的是 我已经把自己照顾好了 所以我跟你相处的时候 我也能花一点心力来照顾你 而对方会感受到 哇 怎么跟你相处这么自在 所以他也会觉得 哇 我好想继续跟你相处下去 所以回过头来是因为 我们本来就拥有幸福的自己 所以我找到了另一个幸福的人 我们变得更幸福 而不是我找到的你 所以让我幸福 你想想这压力多大 我找到一个人 幸福都是在你身上 没有了他你就挂了 对 所以他 是这个状况 他压力超大 他一不怎么样 你就会跟他说 我觉得你是我女朋友 你应该要怎么样 不觉得爆炸吗 真的 这压力有多大 对对对对 所以就要请他至少我们先从自己一个人 也可以做得好十件事情开始 让自己感受到原来一个人也是很自在的 很舒服的 那你就可以去进而推展到 跟别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照顾自己 也可以照顾对方 哇 非常谢谢旺杏老师 今天在最后的时候 还给了我们一个很棒的心法 不要从恐惧出发 要从爱出发 然后就是给自己的十个自己可以独自做 而且可以很开心的事情 从这一步开始出发 去改变你的固有的思考的观念 就是把爱别人的这个专注力 先放在爱自己身上 然后透过你自己爱自己的这个状况 然后散发出相对应的正向的能量 然后让更多你喜欢的人被你吸引 这个就是努力对方向 而且有可能得到爱的一个方式 非常谢谢老师 今天这么精彩的分享 给我们很醍醐灌顶 跟很非常就是打破固有观念的一些思维 也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的收看跟收听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 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哦 然后呢也希望呢 如果还喜欢听Podcast的话 我们这个节目也会在Podcast上面 也有同样的节目可以录出 可以听得到 好的每天多激励自己一点 然后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好 那有激励聊心室 沟通无难室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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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